另外一個人就是說 用這種模式 啊 柯文哲還算很認真啦 但是他做國政不行 這個 這也沒有什麼稀罕 這本來就是 每個人每個人的相反 那你怎麼看謝和賢 他說你雖然做事很認真 但是如果要談到台灣的門面 可能還是要交給蔡英文 這也是很多人的看法嘛 老實講過去這段時間 綠營的這種 打偶的宣傳分兩種 一種是直接就抹黑抹紅 另外一個人就是說 用這種模式 啊 柯文哲還算很認真啦 但是他做國政不行 這個 啊這也沒有什麼稀罕 這本來就是 每個人每個人的想法 我都聽起來我就覺得說 It's okay 你覺得他是綠營派來的人嗎 不會啦 他怎麼會是綠營派來的人 但是還是這樣嘛 做一個每個人有每個人他的想法 但是每個人的想法 還是被所有整個社會環境的影響 這也沒辦法啊 是因為你的兩岸論述 讓很多科粉以前支持你 現在要轉上支持蔡英文 其實這個已經講太多遍了 他不是不重要 坦白講他也真的很難 而且老實講 在中美之間你知道 後來我發現那個65分跟55分你知道 對我來講這是最佳節你知道 不然你有更好的方法嗎 所以像蔡英文 我美國這邊考80分 可是他中國那邊考0分 你說韓國瑜 我跟你講他還沒進華盛頓 我說他有沒有要進華盛頓 再活著回來 這才算過關 這個還沒那麼容易 他就是很困難的國際局勢 臺灣也要很務實的知道說 我們就是小的國家 面對這種兩大強權過招 我們也是說 在當中尋求一個平衡 只能做到這樣 畢竟我們每次看一下 天塌下我們也不是最高的 所以用日本當一個基準點 然後再做上下微調 恐怕是目前 臺灣的國際戰略 最起碼是最省力的一個戰術方法 和歳中倦